這首歌經過改編又不一樣了 對不對 感覺上又不一樣 丁曉雯老師請 大偉今天選這個歌呢 我個人認為不是那麼適合你 因為大偉的聲音跟表情 比較屬於抒情的 本來想像人在就有一種力度 要唱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力度上面 會覺得一支力不從心 我聽得出來每一句 你都很用心唱 但是整首歌整體來聽 就是說你今天要唱的是很悲哀 很可憐 還是很悲憤 就是說那個心事 是一苦怨氣說不出來 還是一股傷悲說不出來 我其實抓不到 因為我聽不出來 這個問題可能是大偉要去思考一下的 第二點就是因為他這個歌 阿妹的版本 他不是那麼中規中矩的拍子在唱 對嗎 好 其實這樣子的方式要端來歌手本身 對這首歌的律動感要一定的了解 所以今天可能有些拍子唱得比較前 有些拍子唱得比較後 拖一點拍 但是都還在律動感裡面 但是大偉今天這個歌 突顯出你在律動感的部分還有所欠缺 譬如說 心事若沒說出來 有些人會在 你是要在轉音 還是有些人那邊要轉音 還是要在哪裡轉音 你要很清楚 你要練得很成熟 然後因為你的律動感沒有抓到 有一些字句你在尾音的氣不足 對不對 很明顯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律動感不對 你的呼吸點不對 所以你在尾音氣都不足 所以還要繼續再努力 王志平老師 其實這個歌是滿簡單的 嚴格說起來 他其實副歌 他又是A段再唱一次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把它 那樣子的氛圍把它唱出來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有時候我在講就是 音樂就是 不是單純是音樂 很多時候是你人生的一個體驗 謝謝老師 今天的成績 黃聖廷是91.3 是 琳娜91.5 我們看謝大偉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選手經典的老哥 重新詮釋 分數來到878889 90 小數點繼續跑91 得到的分數是91.2分 所以今天大偉呢 表現不理想要記上黃牌一張 0.1分之差 那就是選歌的問題 還有表達的問題對不對 好 謝謝三位請休息 謝謝